今天来带大家了解一款生活美容仪器 摄瓶仪 那么 懂一点摄瓶知识的人就会知道 摄瓶的主要功效是 促进胶原蛋白再生 而胶原蛋白就是我们保持年轻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 那么 摄瓶是怎么工作的呢 第一步 摄瓶主要作用于真皮层 当摄瓶进入真皮层时 皮肤细胞内的带电粒子在快速变换的电磁场中产生位移 可以假想一个皮球在激荡的水流中来回颠簸 第二步 在皮肤组织的阻抗下产生热量 第三步 当真皮层中的热量累积到一定程度 已有的胶原蛋白分子就会发生紧缩 第四步 同时负责产生胶原蛋白分子的成纤维细胞 会生成新的胶原蛋白分子 通过以上四步 摄瓶仪就完成了胶原蛋白再生的过程